大家好 上个视频我们已经学了第一个部分的公众安全意识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再学第二部分的安全意识 好,今天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是了解 就是意外的主因 第二是就是我们要了解 就是发生火患的一些高风险的空间 及火灾的主因甚至就是应该采取的行动 我们一起加油 好,注意,当我们工作的时候 意外是没有声音也没有预警的 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带来的后果 我们上个视频已经学了 那么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 好,如果要你写的话 请你填上这个答案 环境嘛 安全就是自由 就是从任何危险中自由了 就是安全的意思 那些危险呢 那些危险呢是可以带来这个意外和失去生命的 整体的意思你必须把国语的背起来 才能做答在考试的时候得满分 那么工作安全环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分成四种 那么看,你的箭头是下两个呢 上两个的,大家注意看 下什么呢 工作安全环境的重要性 第一个是减少风险 就是减少死亡和受伤的危险的风险 再来是 当你照顾这个环境是安全的时候 它就会减低这个财产或者工具损坏的几率 再来 整个环境是安全的 其实那些员工做事起来就更快 可以加快你的生产 就是提升这个产品的品质 因为大家都做得很快啊 做得很安全啊 给就很顺畅了 好,我们看下来 就是意外的主因 其实分成两个类型 一个是 人为因素 再来是 環境因素 考试喜欢 给你这些空格 然后你填进去 我们把它分一下 人为的环境 如果叫你举例的话 你可以说 寫起来 书乎 就是 人类的不关心 就是 末不关心 就是 煮菜的时候 随随便便 第三 很低的 这个安全意识的 心觉度 competency 就是你的能力 会不会煮啊 然后会不会掌握那个工具啊 competency 人为的 就是说你不会的话 也会导致到 这个意外发生 因为你不会使用那个工具嘛 再来 这个是私人问题 就是说 当你失恋啊 悲伤啊 难过啊 你在煮的时候啊 你就会啊 影响到你这个 影响到这个危险 发生哦 就是 你很难过 你没有专心哦 ok 再来 panyala guna andada dan alcohol 就是 毒品和酒精的影响 就是 喝酒的人你煮菜 其实是 很容易发生意外的 再来 tempo masa kurjo 太长太累的 这个 工作 时间太长 也会导致人呢 就是 打瞌睡啊 边煮 边想睡觉啊 就发生意外了 再来 t kanan daripadara kan sekejo 同事之间的压力 一直叫你快快快快快 哇 你很容易就切到手 ok 所以 人为是意外的主因 再来 环境呢 环境分成 这一个 susunato 就是排列 你工具排得不好 所以你拿的时候 做 就是不顺畅 那么可能 就会发生这个 以外 或者是你的家私啊 排得不好啊 移动的时候 哎 跌倒了 ok 再来是 就是说 那个整体的 这个工作环境 是非常危险的 ok 比如说是不透风的 ok 太闷热的 ok 也是会造成意外 再来 如果要细分的话 考试你可以填写这两个 就是machine 机械本身 也是属于环境啊 机械本身 不是人为的 主因 而是环境的主因 包括了这个机械 也就是说 那个工具 那个机械啊 那个 automatic的那个机器 recommended data 它设计不好 好 可能常有一些隐藏的隐忧 就可能很尖 或者是 呃 不安全 你用的话 哇 你的手指就会被斩断 啊 那么就非常危险了 再来就是 就是 没有维修 有些工具 其实 偷偷用起来很好 可是 其实一年两年 它需要去维修 不维修 它可能就会 啊 不小心掉下来一个部分 或者是 失灵了 就产生了这个意外的 产生 再来是 manual manual 就是 手册 它没有告诉你要怎么样去使用 然后你打开那个工具的时候 你就乱乱用 那么乱用的时候就造成意外发生 可以吗 机械这部分记起来 physical 则是整体的表面咯 就是刚才的那个 像上面是说 都这样子 它更细分说 unique gager unique gager 就是你的工作范围 那个桌面 可能太高 你根本都拿不到你 比较小只 那么 那个环境是 那个桌面太高了 哎呦 你就很辛苦要煮东西 拿糕的东西 整个就很容易 倒翻 烫伤自己 小心咯 还有就是 就是 刚才我说的那个温度 周围的温度太闷了 哎呀你知道这个 没有办法疏通啊 空气 其实你很容易就晕倒 那么就发生意外 再来 刚才那个是温度 这个是空气 空气不流通 也很容易造成意外的发生 或者是烟 都没有办法散出去 最后一个是 桌子桌子 桌子 桌子 炒跟炒之间啊 他的安排不不不安全 一直到有一些隐忧一些 一直到可能撞伤可能会阻挡 阻碍 一直到发生意外了 好 考试的时候 如果要你写出一些方法 怎么样避免工业意外 这里提供你两个格子 你们看上面的格子 是专门你可以写在人为煮音 这个建议的方法 你就写 就是避免在你煮东西的时候 离开你的厨房 有些人离开了 就去做他东西忘记了 那水就直接一直在煮 煮着到那个水滚了 就浇吸了煤气 那么煤气就泄露了 就很容易点火的时候 整个就爆炸了 小心 第二 如果你不健康 或者你觉得你很想睡 吃了那个感冒药什么 你都不应该去煮的 因为你很容易就睡下去 或者是不舒服 你忘记了 疏忽就会造成了这个意外 再来 这个是大家要非常清楚 将来你们烹饪的时候 完成了过后 必须把那个煤气头拔掉 好吗 再来是 这个意思是 像那天我说了 请不要穿不适合的那个衣服 还有就是不要太宽松了 还有不要带那个手链啊 手表那些 其实不小心脚筋进去去的话 你的手呢就会失去了 要特别小心 再来 就说请你穿爆鞋啦 以免东西间的东西掉下的时候 砸伤了脚 也以免触电 那层鞋的疙瘩呢 可以保护你 免于死亡啦 再来是 如果题目是要求你 针对环境所带来这个意外的主因 提供他的恰热的话 请你看下面这个 你就写这个几个建议给他就好了 就是说说 就是不阻碍交通 你的排列不阻碍交通 再来 就是说 所有那些危险的物品啊 或者是很容易 易燃物啊 全部都必须要 被标签 而且是放在指定的地方 不要跟火 没气靠近 再来 就是一个插座 不要太多插头 以免漏电事件发生 再来 巴斯蒂根 蓝带地的 力金 是确保你的那个地面是不滑的 骂地的时候 要警惕大家 或者放一些牌子 再来是 巴斯蒂根 不要在暗暗的地方 做东西要有足够的光亮 免得你弄错东西 再来 巴斯蒂根 可以的话 有能力的话呢 他的方法就是 请你 装那个西油烟机 让那些不健康的油烟可以 排出去 好吗 好 同学们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的词汇 Economics 对你来说 陌生对吗 因为它是来自希腊语 巴斯 Economics Economics 代表 Manusia Gerdia 也就是代表人类和工作 Nomic 就是代表 Gajan 所以考试 如果叫你填 什么 Economics 你就要写这个答案 Gajan 你把他拦成大概三个部分到四个部分 你就可以把他备起来了 也就是说它是一份报告 而这份报告是 Menghubongkai 就是连接 这个报告里面的内容 是连接人和环境 OK 来 Menglihara Geslamatan Geslihatan Geslisaan 就是来确保安全健康跟舒适 以达至 Tahab Geslam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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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高工作的能力 的那个限度 OK 所以这份报告是 连接人和环境 来照顾这三个K 以至可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 接着呢 又有人在继续 进一步的去研究 所以产生了这个字 Economics Geslamatan 这一次呢 他研究 除了说人类和这个环境的 那个连接 或者是关系 他继续说的是 这个Peggerakan 移动 OK 也就是说 他的意思是 Pegger者 secara systematic di tempat kerja dengan mengambil gira reka bentuk peralatan dan persekitaran kerja OK untuk memelihara 3K 看到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除了连接人和环境 来提升最高的能力 来保护这三个K 他还 Mengambil gira reka bentuk peralatan 就是他还去 考究了这个 工具的那个设计 OK 即 那个环境的设计 也就是说 到底这个工作的时候 要怎么样排列那些 你的家事 怎么样 让那些工人 可以站队岗位 而不影响阻碍交通 这个叫 economic bergerakan 所以考试的时候 这两个 马税会出的话 你必须要去写出来 所以大概把那红色字 写出来就好了 好 紧接着我们看 除了那些 我们说的意外呢 你看这个 positive badan yang by ketika berger 其实你的知识不对 你提东西的知识不对 也会造成这个工业意外 尤其是你第一次觉得不痛 但是你长久用错误的方式 来移动一些东西的话 来搬运一些东西的话 你会导致你本身 产生这些后背椎 背脊椎骨的伤痛 而且呢 关节的伤痛 大家看 拿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直接这样 蹲下来拿 也就是说 直接弯腰拿 而是正确是 蹲下来 拿了慢慢站起来 放东西的时候 也其实是应该蹲的 OK 尤其是重的 你应该用正确的知识来拿 好 就是我们要拿的东西 就是评估 当我们再要提一些东西 或者搬运一些东西 请你要记得 你必须要评估 OK 评估那个你要搬的东西 也就是说 看一下那个东西 OK 我们先看 评估的重要性 为什么我们要去评估它 OK 首先就是 减少受伤跟意外的风险 你发现之前 我们学的重要性 重要性 这个每次常常都出 就是 减少风险 OK 减少受伤和意外的风险 再来 给我们评估 给其实可以省力 也可以减少疲累 比如说你一看 肯定评估那个东西 都不能拿 你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那么请你 就想办法叫两个人拿 或者是拿那个工具 来推它 知道吗 所以评估的重要性 减低风险 减低你的这个劳累 再来提升什么呢 提升就是保障你的健康 健康的知识 你身体是健康 不会损伤 再来是提升这个工作的效率 OK 所以我们在搬运任何东西 请你评估先 来要评估什么呢 好 五方面你需要评估的 第一 来发现 就是说 那个你要搬的东西的外形 比如说 在我们煮菜市 很多时候需要你搬这个 它其实是可以用转的方式 旋转的方式 因为它是圆的 OK 有些那些中美气的工人 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当然也有一些人觉得 想要靠体力 他就用搬的啦 那其实如果要旋转的话 其实也可以的 OK 所以外形是你第一个要评估的 再来就是评估它的重量 Vrat 记起来 你用眼镜观看 其实你可以大概预算它的重量 你可以大概觉得 超过你的体力 还是可以负担的 OK 可以的话 你当然是用手来提啦 但是不可以的话 我们就要找资源了 再来第三个 你要确定 你要评估 你要送去的距离 到底要搬去哪里 搬高的地方吗 还是送去平的地方远吗 OK 如果是很远 你可能需要用推的 OK 如果是很高 你需要找一个梯子 所以距离 距离 距离是你要评估的 再来就是这个了 刚才我资源 距离跟资源 你一看到评估 哇 这么远这么高 你就快点看第四个 就是你需要找资源 OK 你需要去评估 到底那个东西 需不需要资源 再来就是有没有风险 OK Money like Risiko 你考试的时候 你需要写国文的 所以第一个关键字 Guardan dan Pento 第二个是Brand 第三是Jarak Locasi 第四是Gablan Pandoan 第五是Risiko 这五个 你需要注意的五方面 在你还没有搬东西之前 好 看看啊 避免意外的产生 我们用高的我们放楼梯 还有搬运的时候 尽量保持你身体是垂直的 OK 不是弯的 不然你会伤到你的脊椎骨 小心哦 好 除了知识的不对 也会受伤 这个你要非常注意了 防火意识 是的 不小心就会发生了火灾 那么火灾 就是一个意外 这里告诉你 Round and Part Yang Paris 一个定义 什么地方 是最容易发生火灾的呢 第一是Double Gas 就是我们的这个煤气哦 那个煤气的 我们煮菜的地方 再来是 Billage Gas 就是收煤气桶的那个 那个地方 OK 其实如果是他已经泄露煤气 我们不懂 我们进去啊 不小心 有人开了火 其实就会产生火患 再来是Round and Part Store OK 就是储存 储藏室 尤其是你哦 已经放了好多的那些东西 杂物 又干粮啊 什么 然后不小心你真的是 点了一个火还是什么 尤其是抽烟的人 不小心丢了一个烟地 还是燃烧着的就会产生了火患 所以考试问你三个 给你给他三个 这个Billage Gas 定义的Round 你就写这三个答案 好 考试也喜欢问你Buncher 发生火灾的Buncher 也就是主因是什么呢 第一你写Bundawayan 就解释他System Bundawayan Kurang Sembuner 就是说那个线啊 电线的这个系统是不完善的 一直到有一些是漏电了 OK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火灾 或者是Bundawayan 太久的 还是Bundawayan 就是太多的负担给那个Waya 那么就会产生这个走电线短路 引起火患 再来是Double Gas 就是煤气桶本身 Horse dan Pike Bocho 就是说那个煤气的输气管呢 就直接 Bocho是漏露煤气 再来Longa和Pacha 就是说那个输煤气的管呢 已经破了 已经松了 再来是Guner Alat 当Yang Quality Render 就是你的煤气炉 是没有受承认的 你随便买便宜的 然后它是品质很低的 也可能导致火患 再来是Activity Momasa 就是你在煮的过程中 Try Suhu 写起来 就是Suhu 也会导致火患 Tidak Berhati Hati 不小心 Sambelewa 是水边 Pakayanlonga 就是 你的衣服穿得太宽松 你知道 烧到自己了 那个烧到的衣服了 好 再来引起火患的 第四个主因是Moroko 就是说抽烟 当你抽了 然后你又丢那个烟地 然后Masimonyala 就是还在燃烧的了 再会产生这个火患 再来 第五个主因是Krosa Kamp Alatan Electric 就是说那个工具是坏了 然后你没有发现 它的Waya已经得得大了 Waya已经是破皮了 可以已经导致到里面已经 不完善了 可以过热的话 它就爆炸 或者是它就 导电 可以再来是Alatan Gaga 那个工具已经没有办法 使用了 你还照旧使用 可能会引起火患 好 这里告诉你 真的发生火患 你应该要怎么做 第一 你发现火患 Kamp Alatan 考试的时候 很喜欢叫你填充 它可能抽掉三个 叫你填充三个空格 来注意看 发生火患 你已经察觉了 Dak Alatan 是察觉火灾发生 注意 你一定要 MEN BUNY BUNY 是声音 你要用出声音 BUNY 就是说 那个Alarm 就是那个防火的按钮 你按下去 让整个学校知道 或者是让你周围的人知道 或者是 敲钟 LOT CHAIN 还是 真的没有法 也没有这些设备 你就用喊的 一定要制造声音 让周围的人知道 有火患 再来 MEN BUNY 请打消防局的号码 请他来拯救 消防局的号码 如果是我们的地区 是6994444 这个是直接到我们地区的 如果你真的忘记 请你就打999 也是可以联络到 这个消整局来救火 再来 边打 边弹了 边打了 赶快就要抽离 好 如果这个火患 发生在有电梯的地方 请你不要用电梯了 因为可能火患 已经影响到整个电路 然后它根本不会动了 然后你就被关在电梯里面 那么你就会 就会糟糕了 OK 所以我们 如果在逃跑的过程中 你发现有这个防火的 喷灭火的 你觉得 DVK 看到吗 你觉得安全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消防的 这个防火的 来帮忙灭火 那么我看 好 当然在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 有伤者 那么你这时候 就要 可以救的 你当然要救 你不要看到 它晕倒了 然后你不要管它 给过后 火再继续烧的话 它真的是变成 僵尸了 所以叫醒它 或者是 移开它 叫朋友找支援 一起移开它 不要见识不救 OK 再来 你已经救了它 你一定要确定 其实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确认它是谁 因为呢 你必须 因为这个警察一来到 或者校正局一来到的时候 警察的时候 就会问这个问题 那这上车什么名字啊 什么家庭 OK 你就可以直接回答了 所以这个步骤学起来 考试叫你填充 一两个空格 再来我们看 好 如果有这个灭火器 我们要怎么样用呢 来这里给你四个方法 四个步骤 步骤 OK 第一叫 Pu 就是你看它第一个字P Pu Darek bin Bichu 就是那个灭火器 其实上面是有个针的 我们必须把它拔掉 OK 一拔断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使用 可以按压了 不然的话 它现在是处于被锁着的部分 OK 所以你必须要拉开 再来M 潮 Halegangke Bangka Api Bangka Api 记起来就是火的最下端 火的最下面的部分 就是说你要对准 火的最下面的部分 而不是它上面的部分 不然你是会浪费灭火器里面的材料的 它灭不到火 你一定要从它的底部开始瞄准 再来Squitch 就是你按下去 那个灭火器的把手 按下去 它就开始出它的气体 或者是它里面的粉状 OK 那么最后一个步骤是 Swap 就是往左往右这样子 让那个气体可以把那个火灭了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图案 第一 Pu 看到吗 P字 Pu 第二 M 我们拿它的A字 第三 Squitch 就是拿第S的字母 再来是Swap 就是扫 OK 所以我们要记的话 请你记PASS PASS 好吗 它的步骤是这四个步骤 Pull and Squish and Swap 好 如果发生火 在这个你煮餐的时候 突然整个锅凿起来了 怎么办 不要SIMBA 不要去浇水在那个锅 因为锅里面是有那个油嘛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 Kuari 是有油的 那么油最讨厌水了 当水一进来的时候 油又往上跑 OK 往上飘上来 浮上来 那么 就 让这个火更大了 所以你应该要采取行动感 拿锅盖 盖掉它 灌掉美气炉 盖着 盖着那个锅 OK 以至到那个Oxygen 就是氧气被切断 氧气没有的话 火是不会继续燃烧的 OK 如果家里你有一些防火的被单 市面上有卖 你可以买 它就是一个很重的被单 当你发生火 你盖下去那个锅 它就马上切断氧气 但是你要确定是买防火的那个被单 而不是我们普通家里那个被单 如果我们普通家里被单 你要弄得很湿 然后盖上去 也是可以切断 那么动作要非常 好 我们再看 移动火灾灾民的方法来注意看 刚才老师说 你不能见死不救 对吗 那你看到那些晕倒的 或者是受伤的 你觉得你要去拯救它的时候 你需要用这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阿拉丹 就是用工具 再来就是没有用阿拉丹 我们先看用阿拉丹 你可以用哪一个 好 它已经晕倒 你都抱不起它 你有一个人的话 那么你 GUNA 格鲁西 把它抱去那个椅子 然后拉它 再来你是GUNA 塞里姆 如果是在房间的话 都没有椅子 那么你就用塞里姆 把它这样拉拉拉的方式 把它移动去外面安全的地方 清楚吗 如果是没有工具的话 它还能够行走的话 请用第一个步 第一个这个方法 Donggat Manusia Donggat叫拐杖 Manusia就是人 你成为他的拐杖 让他搭着他的肩 提着他 一起扶着他 离开这个火灾灾场 或者是他已经晕倒了 然后你又没有被单 又没有椅子 那么你需要快点 旁边有人一起用这个 Full and Off Carry 以前以后的抬法 OK 放在他手 放在他的脚 看到吗 这个图案 移动他出去 或者是 如果他真的脚受伤了 你都不能用Donggat Manusia 也不能用Full and Off 他脚很通 你就要用这一个 这个叫Full Hand Set 可以让他坐在你们四只手上面 然后抬他离开 清楚吗 好 今天你达成了目标吗 我们看一下 今天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个 安全环境的重要性 你需要知道意外的这个 主因 还有就是评估 当你要刚东西之前 抬东西之前 考量的那个五个Expect 还有它的重要性 再来就是这个 啊 台的时候 还有就是第五个 啊 火焕 跟你需要采取的行动 好 如果所有的安全知识 防火意识 你都清楚了 那么你就会像这些 哥哥姐姐 他们一样 很顺利的使用 我们学校的 这个煮菜式 我欢迎你们 把这个防火意识 避免意外的意识 全部都已经学会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厨烹饪了 你们就可以像这个 哥哥姐姐们一样 成为将来大厨师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烹饪 拜拜 下个视频见 拜拜 感谢观看